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共同出席中德自动驾驶汽车展示活动 两国总理首先来到静泰展示区 参观中德六家企业合作研发的三辆自动驾驶汽车 李克强详细询问双方合作情况 企业各自所占股比 以及汽车传感系统续航能力 交通大数据收集分析等技术细节 当得知德国汽车企业同中国高等院校开展全面合作 不仅包括自动驾驶技术 还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大数据研究和创新创业教育时 李克强高兴地鼓励双方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 李克强特别指出 中国人口众多 各地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存在差别 希望德方立足中国市场 结合中国国情 把技术和研究做扎实 在动态展示区 李克强和默克尔兴致勃勃勃地登上一辆 中德合作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 在全自动驾驶状态下 亲身感受一段平稳的行程 李克强还向默克尔发出邀请 下次请你到中国体验自动驾驶汽车 随后两国总理发表讲话 李克强表示 这场活动是我此次访得的压轴系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 自动驾驶汽车代表了汽车产业技术的制高点 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正在推行新一轮对白开放 将进一步开放汽车领域市场准入 欢迎德国企业继续发扬 感为人先的精神扩大对华投资 在未来市场竞争中 抢占先机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李克强指出 我们欢迎德国领先的自动驾驶技术 在中国落地 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中方愿与德方 共同研究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 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将自动驾驶汽车合作 打造成为中德务实合作的新引擎 为两国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 肖杰和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中方愿与德国领先的自动驾驶